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 如果我再来一次 你会跟我走吗 所以你愿意跟我走吗 李卫生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跟我走吧 我一定要 他会最最最最最 他会最最最最 和你 他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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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女生呢 他在上场之前呢 据说给每位男嘉宾都准备了一封信 而这封信呢 就在 诶都看到了哈 给了你们一朵花在花上面 但是呢 他的这封信 其实是每个人的信里面会有一句内容 连起来是这一整封 他需要你们 通过下面的顺序来读 每一封信上面的内容 首先是一号 我喜欢你高高的个子 二号 我喜欢你生活的城市 十五号 我喜欢你戴帽子的样子 三号 我喜欢你的沉默与稳重 十四号 我喜欢你的低调内敛 四号 我喜欢你的名字 把花递给左边 你戴给我帽子吗 然后不是五号捏 是十三号捏 我喜欢你私下里的幽默 五号 我喜欢你的身世风度 把花递给左边 这个游戏好好玩哦 真的 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讲的是什么 十二号 我喜欢和你一起骑脚踏车 把花递给右边 六号 我喜欢你心思细腻 把花递到左边 这时候是十一号 十一号 我喜欢你笑起来的温暖 把花递给右边 看来越来越坚信真像哦 七号 我喜欢你承识个坏小子 请把花递给左边的人 十号 我喜欢你爱上了就会全心全意奋不顾身 请把花递给右边的人 所以大家看到了 这时候拿着花的 是八号和九号 首先由八号来念 我喜欢你现在是个孝顺的怪儿子 请把花递给左边的 九号 我喜欢你李瑞森 你愿意站到台上吗 我特别喜欢这种方式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女生呢 是为你而来的 但是到底是谁 我想在她出场之前 先让你看一个片子 你好 李瑞森 作为一个非常完美的编导 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一个女生百分之百的真诚 是否能让你忘记一切的顾虑 是否能换来一次 你的奋不顾身 有一个女孩 她傻傻的有点孩子气 常常让人担心她 是否是过分的单纯 但就是这样一个女孩 却让我看到了 爱情最初的样子 真诚的 毫无杂志的 不顾一切的 她喜欢着你 今天凌晨0点16分 她只有一天的假期 明天还要上班 但是 她还是来了 没有犹豫 没有顾虑 哪怕觉得你 仍然会拒绝她 但她还是来了 没有任何的准备 甚至没有想好 要来对你说起什么 但她还是来了 为了你 她飞越了千山万水而来 今天的凌晨1点25分 她又要离开 你敢不敢 不让她一个人走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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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im reviewed i'm i m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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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i'm we ey tamam ac��로 记得我吗 记得 他最后把他的旗指向了一个方向 九号 李瑞珊 这个菜的话我想要送给你 上面还有我的 我刚才过 这次我是想要跟我心爱的人说我喜欢你我想你 其实我跟你聊天了半个月 我觉得你其实蛮多话说的 我还记得其实你蛮啰嗦的 每次都在说你要吃饱啊你要吃饱啊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感觉 我就是很久没有那个爱情的感觉 就是你给我 让我有这种感觉 很有 很美酒发生的感觉 很美酒发生的感觉 其实 我很简单啊 我表面很倔强的那个样子 是想找一个依赖的人 还有这个香水 我要送给你 这是我唯一的我属于自己的味道 香水就是 你能拿吗 香水就是每个人身上有一种的味道 这是我的味道 我希望你以后的每一天 在身上都有我的味道 我真的很想你 你知道吗 我希望我爱的人 他也爱我 是真心爱我的 我就是喜欢你 这一切来的太突然 就很措手不及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今天有什么 我还要帮你 别人牵着 在一起吧 我觉得 我还要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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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要再送你一个礼物 你先把那些放在地上 你先把那些放在地上 这是我脸上的景念 他陪了我好久 他给我带了很多好运 我要送给你 你帮我拿下来吧 你先把那个空虽 你变得太快了 就很臭手不及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当时真的很臭 我希望你以后的每一天 在身上都有我的味道 我还帮你 给别人牵手 你这样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知道 所以 我听你的感觉真的就停留在 都没有好 我如果 可以我真的 很想 都没有好 不要 不要 我为了你 不管千山万水 我要走在这里 为了 见你 跟你说爱你 你都不信吗 我明天还要上班 我等一下就去坐飞机了 我是直接去上班的 我不 我没有时间睡觉的 我明天要做手术 你要做什么手术 没有 我是帮医生做的 不是我做 我还是连那句话 我对你 你无个爱朋友 我为了你 我发现我所有的神作 我最爱的岛权 我为了你 我可以放弃我的所有 我为了你 我可以变我小女人 你我真的 我真的 就只是把你当朋友 真的 没有办法再跨 跨出那一步去喜欢你 真的 我的心满的都是你的名字 我就想下来了 虽然这有点丑 但希望你知道我的心意 当一阵风吹来 不正飞上天空 为你 让我走 我好 好 我感动 跳动 我一有声音 小时候 我在 我 她 走 快发现 笑着哭 对头 李卫生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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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走吧 不远千里 再次来到非常完美的和米 她愿意放弃她的怂恿 我为了你 不管千山万水 我要走在这里 为了见你 李渭山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和米一对爱情的举主 打动了现场的所有人 和李最深 他们能否幸福亲手呢 对 就像你这样子 我也想为了我的那个她 但对不起 那个她真的不是你 好了 我不免全你 希望你幸福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信我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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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上链 我不想啊 跟你正常 那个对的人 你再给他吧 我不要了 我出去给别人的东西 我都不要了 我可以做他 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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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做吧 我只要在今前脈相見 最痛苦 今天来了就不遗憾了 对不对 虽然有点难过 至少知道结果 我觉得一点都不是坏事 我们来看看老师 不给你什么样的建议 嗨 你自己的心情 所有天下 真正爱过 喜欢一个男生的女人 都懂 就是我心里 其实满满的都是坏事 其他我都听不信心 其他对我都不重要 这个就是和敏的气 对吗 对 我觉得这一刻超美 不管你今天的告白成不成功 你这一刻 代表好多心中有爱的女生发生 我相信 曾经爱过的女生 都该为你用力鼓掌 是的 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的 谢谢你的勇气 你让每一个心中有爱的女生 都有共鸣 祝福你 谢谢 谢谢老师 今天宣泄完发泄完 待会呢 坐上飞机的时候 好好放空自己 好不好 我只希望在飞机上 一个人的时候 不要流泪 不要再哭 好不好 我们都会为你祝福 敏仪一定会幸福的 好吗 好 祝你一路顺利 谢谢 好吧 加油 加油 敏仪 我们再用掌声来 祝福敏仪 一切顺利 加油 我们一起大声地说加油 好不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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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有点心疼敏仪 其实来告白失败的女生 不止她一个 我欣疼她原因是 她待会儿需要独自一个人离开 并且 就是在很快的两个小时之后 一个人在飞机上 刚刚说让她不要哭 我觉得基本上不可能 让她不要想 也基本上不可能 我只是祈祷她 沉寂了这段时间 能够尽量短一点 加油美妮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女生 今天我们的主题 好像都跟花有关 很多女生喜欢用花来进行 她们爱的表达 这位女生在她上场之前呢 先想让我把这四朵花 分别给四位男生 她们的号码分别是 五号 九号 十号 还有三号 好 谢谢 拿四朵花有点奇怪对不对 现在呢我们来看看 这个女生为什么要让你们拿四朵花 先请看第一段仙 我觉得这个女孩是一个非常可爱 真实 很为别人着想的一个孩子 一定要好好把握 你不把握 我把握 我来把握 OK 她是一个单纯观响的女孩 对于心动男生 她也是鼓起了很大勇气来翻唱 我真的喜欢她 加油吧 这段片子呢 是来自非常完美的造型团队的两位造型师 我们的那个发型师海东 他说你不把握他把握 这句话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因为他目前为止还是单身 说明这个女生很优秀 我不知道在两位 其实推荐的大家应该明白一定是一个女生 而且之前应该是来过节目的 大概有感觉吗 八号 我觉得他们四个好像是上一期某个女嘉宾 然后比较受欢迎 他们都喜欢她 但是只有涛哥转身了 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显然八号说的是对的 只是那个女生当时在理想的时候 我第一个问的就是三号 是吧 你还记得我当时问你的问题吗 你如果知道心动的男嘉宾是谁的话 海转吗 是 对 然后你回答是会转 所以刚刚拿到花的三位四位 都是刚刚表达了 就是在上一次那个女嘉宾 在离场之后 如果认为心动男嘉宾是你的话 会转的男生 也是对这个女生非常有好感的思维 也可以确定说 你们四位当中有一位 可能就是他当时的心动男生 不卖关子了 我们接下来用掌声来有请 小娇 哈喽大家好 是任娇 今年二十三岁 来自厦门 再次来到非常完美的年轿 才上次 伸手男嘉宾的喜欢 意外的 最终只有四号刘海涛 一个人为他转身 哇 打鼓起勇气的再次到来 是为了为他转身的刘海涛 还是甜蜜互动的林瑞生 还是默契共舞的橙色 要求我成见了 你 我死不能恨散 不能和你分散 你的笑容 是我今生最大的甜甜 还是欣赏她的参与者 你真假没发言 而且未助到你 也没理会太看她 你的缺点就是 你太完美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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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任娇 今年二十三岁 来自厦门 我的职业是晚会导演助理 欢迎娇娇再次来到 非常完美的舞台 而且这次出现的娇娇 跟上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上次上小公主和天使 这次真的 充满了热情的女人味 真的 谢谢 而且非常的有灵气 很飘逸的感觉 娇娇 今天又来了 请问 刚刚 你也在后面嘛 在我们完美之门后面 对不对 你有听到我说话 而那次离场的时候 其实你也听到 对吧 就是 因为当时你没有选择再告白 对 因为 你发现他们没有为你转身 对 当时我很意外 说真的 因为 我发现很多男嘉宾应该还蛮喜欢我的 但是没有转身 嗯 而且当时我记得你 因为没有办法调试心情 所以拒绝告白 嗯 对 这次鼓了很大的勇气 所以 我觉得 我在这边要告诉大家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在上一期我下场之后 我的鞋子不见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 让我决定再一次告白 留下来不要走 再一次的告白 啊 有的时候相信这种冥冥当中的缘分也很有趣 好 所以你今天又来了 然后呢 你手上也拿了一束花 嗯 嗯 在这边我非常感谢上一期 对我很欣赏的四位男嘉宾 那是呢 我现在要向我心动的男生告白了 希望你们为我加油打气 加油 加油 谢谢 谢谢 那现在我请 手上给我拿一样花的男生出来 我近看他真的 非常漂亮 啊 已经不能可爱了 控制了 你好 你好 嗯 因为上次你没有转身 所以我没有打算告白 刚刚 我有在下面看 上一个女生三号有跟你告白 她也是拿的鲜花 嗯 刚刚我今天是有蛮失落的 我很怕她把你牵走了 那我要向谁告白 嗯 在这边我送你这个花的意义 这个花是勿忘我 它的花语是 真挚的爱 还有就是永远的不变心 还有回忆 我送你这个花呢 是希望 我们俩以后在一起了 从这个花开始 制造很多美好的回忆 嗯 我想让你了解一下 我过去这一个礼拜的心情 好 你看一下我的微博吧 好 报名终于通过了 倒计时六天 你会喜欢怎么样的女生呢 我喜欢你 你们知道枕头的故事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发这个枕头吗 不知道 因为我在厦门接到编导的电话的第二天 我就去买了这个枕头 因为枕头 送男生的话代表着 希望你以后枕边的人 会是我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我希望你每天有好的睡眠 有足够的精神 然后开开心心的 然后这个枕头我觉得太太那个太简单了不好看 然后我自己动手DIY了 嗯 那个 这是我自己画的 我画画很丑 所以你不要介意 不会不会 你看 画的比我好多 那我把这个枕头送给你了 那我把这个枕头送给你了 然后还有最后我的一篇 我在哪里 你里十米 我在哪里 偷偷的喜欢着你 好 好 这个是你录制的当天 然后后面一张是我排练的时候 坐在你的位置 这是我偷拍的你 我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今天发的 如果我再来一次 你会跟我走吗 所以 所以 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现在要跟你讲 对不起 因为他上次没有为我转身 我在想这一次会不会同样的 会跟我走 上一次我真的觉得 你的条件实在 实在是太完美了 很可惜我真的没有把握住 这一次又遇到年龄我真的觉得 哇 好像 我一定要就是 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 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 Nursing 真的 我在这个世界的梦 在你 是我拥有的奇迹 为我说的一支一句 不是那么抱歉 一支一遇的ダメ 终于等到你 很好我没放弃 幸福来的好不容易 才会让人更加珍惜 终于等到你 差点有多光明 在最好的年纪 遇到你 都没有过不容易 天哪 拥抱的那一刻 大家都站起来了 似乎这好像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结局 就是王子跟公主在一起 王子遇到公主 公主之前差一点错过王子 可是公主就勇敢地回到了这里 而王子又更多地拿出了勇气 李瑞森 你有这么不善言辞吗 我真的不会想话 没有这么害羞耶 你碰到佼佼 就一整个档机 就一整个手足无头 我还记得你上次这个动作 谢谢 终于你刚刚这个动作是对自己很满意的 对 我性感他真的非常漂亮 真的 真的 今天他换了一个样子 今天漂亮吗 哈哈哈 我没法治疗 我要跟你说 你除了欠娇娇一个道歉 也欠一个男子汉的 该有气或 你人爱你 就觉得你条件是最好的 现在心里有底气了 对吧 好好表达一下 你欠他的 想想听 想 想 因为我觉得他很不会表达很沉默 所以我想听到他会是怎样的给我告白 我能给你最好的生活 我可以给你 你想要的未来 我可以放纵你的任性 你的所有所有的一切 我相信你 我绝对是其他14位男嘉宾里面 最能照顾你 最能让你感动的一个人 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照顾好我 你知道吗 我想做一些话是来教训你的 因为你说你 他们都厉害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两个正式开始令爱 来来 谢谢 我们一起做一道 最深的动作很好 一 二 三 李瑞珊 跳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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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珊 跳 可以获得爱由中国男嘉宾公司提供的桌子 祝福 李瑞珊 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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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Winnie,26岁,来自台湾 在爱情中呢,可以等待,但是不想做无谓的等待 我可以为了你每天很早起床帮你做早餐 你不可以偷懒而不喜欢做运动 我可以安排所有的工作和约会的时间 你不可以约会的时候传呼吸 大家都转了 要不然来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好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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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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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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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接下来在这个热道的状况当中 - 吉他男生你再看一看 - 选出你现在心动的那一位 - 好不好? -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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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心动! - 你伤害了我 - 还一笑耳光 - 她怎么了? - 让你不心动 - 太安静! - 你没有给人家讲话的机会吗? - 她还没有来得及 - 第一眼的感觉 - 我都靠就是看第一眼的感觉 - 了解了! - 好,我们透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盈盈 - 给我一个空间 - 给我一段音乐 - 闭上眼睛 - 偏偏起舞 - 这是我喜欢的情感表达方式 - 这是我喜欢的舞蹈 - 这是我一个人的梦想 - 可是音乐停止了 - 时间凝固了 - 在生活的面前 - 我们都低下了头 - 忙忙的工作 - 充满的脚步 - 这样的日子 - 让我常常在思考 - 忙碌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 - 可是当电话 - 那头传来家人的关怀的时候 - 我就知道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 在我小小的心里 - 有了父母 - 有了朋友 - 唯独缺少了一个 - 不知道名字的名字 - 可是温云云 - 时间带走了我青春的梦想 - 却拉近了我们相遇的名字 - 了解一下盈盈的文字信息A - 是有个明星梦 - 因为现实的原因 - 被迫放弃喜欢挑战不同的职业 - 来寻找自己 - 比超级爱哭 - 可以哭一整天 - 难过的时候 - 会疯狂购物感情中 - 是个很爱面子的人 - 有多爱面子啊? - 在感情当中 - 是因为不喜欢在朋友的面前 - 然后也要给男生面子 - 所以不喜欢在朋友面前说 - 吵架或是一些问题啊 - 然后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 希望回到家中 - 也是说在外面 - 其实也会给男生面子嘛 - 对 - 你不会跟他发生任何争执 - 对 - 即使你受到委屈 - 对 - 包括男生也是一样 - 也不可以不在别人面前 - 不给你面子 - 对 - 也好 - 也好 - 也好 - 我看见你是买过的时候 - 会疯狂购物 - 你有多疯狂呢? - 因为我自己是 - 开心不开心都可以疯狂购物 - 买了白包吃饱 - 之前啦 - 之前的个性 - 就是心情不好的 - 受到什么委屈的话 - 就会 - 就一天以内 - 就是百货公司啊 - 不管哪里 - 就看到喜欢 - 就是疯狂的买 - 然后疯狂的刷 - 这样子 - 然后现在个性比较改 -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 买一买回去之后 - 然后就会后悔 - 然后你就会喜欢买什么 - 衣服 - 我也是 - 通常男生 - 好像在有压力的时候 - 疯狂购物的比较少 - 你好 你真的是 - 所以我是很喜欢购物的人 - 但是我是心情 - 但是这种行为是不好的 - 对 谢谢 - 但是你要是 - 希望你超级爱哭 - 可以哭一整天 - 那你没有别的方法 - 可以宣洩你的情绪吗 - 我很怕女生哭 - 而且我又不太会安慰女生 - 就是如果她在家哭一整天 -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 很简单啊 - 就是女生在哭的时候 - 你要当下就是 - 赶快安慰她 - 然后逗她笑 - 可是我就不太会安慰了 - 我就只会安静的 - 陪在旁边这样的 - 那盈盈来教一下 - 一般女生哭的时候 - 最期待的男生怎么哄你呢 - 然后这是没有形象的成果 - 所以13号 - 你愿意按照她的方法 - 试一下吗 - 要不记形象哦 - 可以吗 - 算OK 算OK - 虽然没哭 - 但是她现在笑了 - 是吧 - 对 - 好 要不看看亲爱的朋友们接着聊 - 三段恋情 - 交往了七年的男友 - 突然离世 - 对自己影响很大 - D 不喜欢太安静 - 没有主见的男生 - 希望以后结婚的对象 - 最好来自台湾 - 有失业心 - 不黏人 - 阿豪 - 是说你有一个交往七年的男朋友 - 然后突然过世了 - 那这段时间 - 就是你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走出来 - 蛮久的 - 已经很久了 - 已经很久了 - 两年前 - 这段时间都没有交男朋友 - 然后这段 - 这是扶贫自己的那个内心的一个 - 感觉 - 就疯狂就是 - 限于在工作内 - 然后就是 - 把自己搞得很忙 - 然后不要让自己想太多 - 这样子 - 所以这件事情是突然发生的吗 - 对 突然 - 而且我人在国外 - 对 他在台湾 - 是因为什么呢 - 是因为 - 车祸还是 - 工作意外 - 沾楼摔下来这样子 - 所以当时那一刻你不在身边 - 什么时候赶回来的 - 要五天后 - 五天以后 - 对 - 对 - 对你当时的打击应该是 - 特别大的 - 就蛮难过的 - 没办法接受 - 其实通常碰到这样的事 - 真的非常的难过 - 可是也会让我很担心 - 因为你知道 - 很难 - 有一个男人 - 能够跟一个过世的前男友比拼 - 因为他再也不会犯错了 - 他可能会留在一个最美好的印象 - 这是我相信很多男嘉宾都会在意 - 而且会很害怕的事 - 就是我们怎么比都比不过一个前人 - 你现在准备好可以开始新的练习吗 - 可以 自从我踏上的舞台之后 - 对 - 想问一下 - 你说很喜欢有失业心的男生 - 但如果他为了拼失业 - 所以很长时间不在你身边 - 这你可以接受吗 - OK - 我觉得有电话上就是联络 - 然后就是互相关心 - 我觉得就很好 - 那你 - 他不在身边这段时间 - 你会做什么 - 因为我很怕我不在身边的时候 - 女生就是 - 每天闲在家里面不知道干嘛 - 我也会忙自己工作这样子 - 对 - 自密文达选择两位 - 十三号 - 嗨 你好 - 你好 - 你会介意姐第一恋吗 - 有一点点介意 - 然后如果你女朋友 - 第一次跟你回到家中见你 - 的话你觉得你有改善什么礼物 - 维持健康的礼物吧 - 我觉得健康很重要 - 尤其是家人 - 然后你喜欢就是 - 每天连在你朋友身边吗 - 哦 不喜欢 - 谢谢 - 少 - 你好 - 你好 - 你喜欢独立的女生 - 还是小鸟依人的女生 - 都喜欢 - 不喜欢 - 就是都有各的法处 - 那你喜欢运动吗 - 你喜欢打羽球吗 - 羽毛球 - 羽毛球 - 对 - 可以 - 我比较喜欢打篮球 - 虽然说我不高 - 但是我很喜欢打 - 好 - 谢谢 - 谢谢 - 谢谢 - 要不要更感兴动呢 - 男生 - 对呀 - 因为爱所以爱 - 珍惜在一起 - 都愉快 - 男生们先做出你们的决定 - 完美告白 为了转身请选择 想不想要继续告白呢 好像跨出这一步了 还是要 爆出他的号码 把他寄上来 13号 走着结 你好 其实你刚刚说 你蛮介意结底恋的 其实我心中也是蛮介意 但是看到 就是给我不同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有办法就是去 克服和接受这样子 请你就是 闭上眼睛 昨天 比较 尖 吃 看 rank 看 karena 看 其實那女生跳舞對我來講是很容易吸引我 我來講是很容易吸引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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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说就是不管在你的眼中只有谁 但是你知道我眼中就是那颗最闪亮的星星 来自台湾的女人 要找来自台湾的女人 走中节会因为心动 迎人对她跳的这支舞而感动吗 其实我很喜欢会跳舞的女孩 因为我觉得她给我一种特别的奇迹 对视的时候是我真的有一个很差别的 我想说 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她也是跳芭蕾舞人 那其实我很喜欢会跳舞的女孩 因为我觉得她给我一种特别的气质 你一出来我也感觉到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质 可能是我说我有点在意姐弟恋的东西 而且 还有 还有刚刚上Cours说的 我觉得 可能你的那个前男友对我还是有点影响吧 在我心里面感觉会永远有一个 疙瘩在那边 了解吗 我过去然后可能她觉得心中就是有疙瘩 觉得没办法接受吧 我这个人真的比较慢热 我需要一些长时间的一些了解 我觉得你可以再去努力完成你自己的梦想 好坏的 谢谢 你也帮我写 谢谢 加油 你抱着我可能太晚了 最爱的一刻 高跟鞋要不要穿上 我知道此刻上来要让你先把高跟鞋穿上 好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你 比较快的从当当的情绪当中出来 在祖敦节跟你说对不起之后 她没有立刻走 你也没有立刻再有回应 你沉默了大概有十秒钟 那你说你在想什么 我可以这样子就是第一次然后对男生表白 可以跨出这一步 其实蛮开心的 你刚刚的舞蹈跳得很美 可是呢充满了牵绊 因为有限制 是 对 所以不方便 不只是有形的限制 我刚看到很多无形的线绑着你 有对家人的牵挂 有对前男友的一些心碎的记忆 所以你的这些舞蹈的动作很优美 可是都挥洒不开有没有 我希望下一次看到你的舞蹈是自由的 是开心的 不是充满牵绊 好 加油 好 谢谢老师 黄老师 我之前跟你交流的时候 你说你从来没有给男生表白过 也从来没有追过男生 但是刚才你在这个舞台上干了一件 你之前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并且做得还很勇敢 那个舞蹈跳得还很美 所以我觉得你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继续打开你自己 你未来一定可以更好 而且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你已经赢了 你赢了你自己 好 谢谢老师 再次祝福盈盈 掌声欢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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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那我们这个勇气 表白 希望你能够继续维持你的梦想 然后找你的梦想的用意 有请下一位嘉宾 大家还记得我吗 我是2013年10月20号 参加《非常完美的陶然》 哈喽大家好 我叫陶然 今年23岁 上一次节目的时候 我特别紧张 全部神经都紧绷 像刺猬一样 只想着保护自己 节目播出后 有人喜欢我 也有人攻击我 当时我特别紧讶 这个被关注 被讨论的女孩是我吗 没有人看到我 当时手心里的汗吗 也没有人知道 渴望爱情的我 是多么的害怕受伤吗 半年过去了 关于人生 关于爱情 我已经能从容面对 我想让大家看到我最真实的一面 亲爱的你们 能看到我的变化吗 我是豪然 不一样的豪然 有请嘉宾 放开就相爱吧 天空真蓝 让人好想许一个愿望 我的心跳 我的心跳 你的目光 还在捉迷藏 都放了好久的场下 要不要出发 所以花一开 我们就相爱吧 风一吹 我们就奔跑吧 花一开 就相爱吧 城里的之间 拥抱我吧 你的流浪 让我参加好吗 勇敢的说出心里话 不要再犹豫不决 你不了解 幸福也许很忙 你不了解 幸福也许来得很快 风一样 就奔跑吧 还来得及 带我牵手去看海浪 大家好 我是陶然 来自美丽的云南昆明 今年二十四岁 曾经的我 等待爱情 像等待一场革命 而现在的我 更随遇而安 所以等到花开 我们就相爱吧 其他的男生 不想看看 像花儿一样的女生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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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陶然 嗨 哎 南京老师你好 南京老师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没关系 不介意 可是你这是第二次来的 还是很紧张 因为有新的 好多新面孔 对 陶然你这次又来 对 原因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争取爱的权利 我想争取幸福啊 嗯 亲爱的陶然 今天你还要再有什么方式跟男嘉宾多一点交流和互动吗 嗯 因为最近有一部电视剧很火 嗯 来自欣欣的你 然后 东敏俊是大家心目中的男神嘛 嗯 然后他的那个牛海就很很很寬啊 我就想邀请四位男嘉宾 呃 戴一下这个假发好不好 你想给谁就认给谁 好不好 他们会戴吗 那我不愿意也没办法了 好 六爷这是第一次留 刘海吧 六爷 我们看一下看一下 男位六爷了哈 来我们看一下时候 还不错啊 时候感觉就纷然之诚的感觉嘛 来 来 去看一下 嗯 嗯 坦白说啊 说真的 可能 呃 我觉得除了五号最不自在之外 其他戴的都还蛮自然的哦 啊 那接下来 要不要选一下你现在的心动跟不心动 嗯 可以 往后选 你现在还是不想选 呃 我想跟大家 再聊一聊 对 不了解 好的 我们来来看看文字信息的部分 有没有和上次有多一点的补充 A 从工作狂到甩手掌柜 把生意交给了朋友 享受悠闲的学习和收获 B 马来西亚男观众专程到昆明来表白 被拒绝后仍然每天送鲜花 哇 啊 这个B看来应该就是上一次来了之后的 对 一个后续的反应 是的 是的 做完节目 嗯 节目播出以后 他可能就关注到我微博 然后就每天会发私信给我 然后他就很坚持 但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到了我的电话号码 他就加了我的微信 经常问候我 经常的问候我 时间很长可能持续了半年 然后大概是二月份 他就从马来西亚飞到了昆明来找我 但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跟他可能是不来电所以我就没有见他因为我觉得既然就是不可能就不要给他希望所以后来就当好朋友 我不知道上次来跟谁表白你是不想让自己显得比较那种工作狂比较理性的那种女人是吧 也不是因为上次我太紧张了所以可能不在状态然后保护欲比较强 今天今天穿得很美但是有一种很职业的感觉 给我们一种那种就是工作工作的这种有印象 是吗 其实我我现在已经就是很长时间不去工作了 就是我还是想以生活为主 我是一个爱生活的人 其实我很好奇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位兄弟 他是为什么没有让你吸引到 爱情这个东西 那种那种感觉 其实我不是一个在乎他背景啊家事啊工作啊 关键是我我希望就是我我能就是我对他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心动很重要 可是你没有和他见过面 你怎么时候对他行动不进行 我妈妈见过他 他跟我妈妈有碰面有聊天 请问一下你的本来工作是什么 我的工作就是一家 我有一家客栈在昆明 然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我是婚纱设计师 那所以你现在在学习的是 我现在在学习在学习英文跟二胡 就是生活上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上回你来的时候我记得其实你的事业经营有成 然后呢各地的朋友 对不对 支持你所以其实你人脉人缘都特别好 对 有那个转类点是让你放下这一切开始去学二胡享受生活吗 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生活得紧绷绷的 我想让自己放松 因为我发现越是我急于的事情我越是做不好 所以我想让自己安静很平稳的去等等待可能就会有些东西不管是事业也好爱情也好它就会来得出其不易 这样的话我会到那个时候我会更幸福 如果刚才你念诗啊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也有写诗 那你能不能现场即兴哪一首呢 来我先问一下三号四号问什么笑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十一号你打算跳坑吗 你也可以说 我跳 好 好样的 十一号 来十号 三号四号一点颜色调调 最是那一笔头的温柔 像一朵莲花 入圣凉风的娇羞 而 你 是 我和他的那朵花朵 道一身责润 道一身 珍重 而这份 这身珍重里 有甜蜜的忧愁 谢谢 谢谢 嗯 你知道吗 七号不管这个诗怎样 他刚刚那句我跳 我觉得蛮动人的 对 好 接下来四号 或者这样 我们看一下情感部分 四号接着提问 好不好 好 来 C 朋友们扎堆结婚 亲手为朋友做幸福的假纱 在婚礼上总忍不住泪流 第一 录完节目会去环球旅行 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带自己去流浪的人 其实就是我们几个就是一直都特别的好奇 因为你是第二次来 其实我们对你来说 我们都是算是比较新的人了 而且特别好奇 你之前是跟哪个男嘉宾搞白的 不能告诉你 因为我不想影响 万一一会儿我要带走某位男嘉宾 我不想影响他的心情 然后不是不是影响心情问题 就是你不告诉我们 我们还得往回翻 就挺累的 这样很好啊 这样让你再巩固一次 可是我们其实就不在乎说 你过去喜欢过谁 我们在乎就是想知道你喜欢那个人是谁 然后我们去看什么类型的 你是什么类型的 你选什么类型的 然后我们才能就做决定 对不对 现在就很茫然 然后现在你这些条件 我们都一个都分析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很完美色的一切 看不出来 就像刚才你说那个马兰西亚那大哥 他是什么类型的 然后不来电 是不来电是什么型的 然后来电是什么型的 然后就想 对对 这样对你们解释吧 如果你们喜欢我就不会考虑那么多的 爱情没有那么多条条光况 所以我还是想 就是不说好吗 但是他的ABCD所有的一切就是 他把自己包装很理性 他就是他可能职场经历过很多职业吧 可能是经历比较多 那ABCD下来的话 好像我们很难去了解 他究竟什么的性格 只能是通过眼睛去看 好像表面像是这样的 情感部分没有太多的展示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是我们喜欢的那一种 其实我这个人要求很简单 我只需要一颗真心就够了 没有那么多条条光光 我喜欢他就行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人才怪 你说他只要有颗真心 人家马来试下去的那个你就不行 对吧 人家多真心啊 一直送鲜花呢 觉得具体一点 因为一颗真心 或是你要心动 还是听不懂 你可以不要告诉他们 你上次跟谁告白 能不能说说你上一回 动心的那个男生 他的特质 譬如说是为了什么特质吸引到你呢 他很孝顺 然后工作再忙都会陪他的父母 跟兄弟姐妹 然后他工作是工作 家庭是家庭 对朋友很真诚 高不高 帅不帅 不高 不帅 我们非常完美 有不高不帅的吗 坦白说 有 有 有空 我知道 这个绝对有 说真的 我们撇开不高不帅这件事情 因为说不高不帅 你又说有的时候 容易让人对后入众 我们说前面那几条 比如说五号四号 可能也觉得自己是这样的类型 但是现在有很多男生可能就是很忙啊 就不跟父母在一起 很少回家陪父母 好 所以你是很看重他的这些特质 对 但其实我刚刚说了 这些男生可能都觉得自己有这样的特质 但你不是每一个都喜欢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说了你还是等于没说 天啊 就是这样 那不喜欢的特质又是什么呢 不喜欢的特质就是说大话 很虚荣 很虚伪 就是 高高在上那种人 我不喜欢 就这么总的 说了好像也像是没有说 那咱们就 一问答 好 好 来 选择两位 加油 唐人 让男嘉宾更认识你一些 好 五号 五号 你好 你好 如果你现在的女朋友得了绝症 你会不会离开她 肯定不会 会守护她对吗 我会陪她到最后一刻 如果你父母很反对 你们俩在一起 你会怎么选择 他们绝对不会反对 他们都很善良 如果反对呢 我想知道如果反对 你会怎么选择 在这种事上我会坚持我自己 就是你爱她就会跟她 好 谢谢 你好 你好 你会如果我跟我走 你会跟我一起去流浪吗 会呢 喜欢旅行吗 喜欢 会做饭吗 会做饭 没问题 谢谢 你今天来可能不自在的原因 是这双鞋让你不舒服 对不对 是 这双鞋很难受 我已经看出来了 走路得很不方便 是 好 但是我很好奇 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很有意思 嗯 一个是绝症的时候会不会赔到底 对 一个是会不会做菜 两个差很远 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 他跟他男朋友一直很相爱 但是他有多了血癌 然后他就一直瞒着他 瞒着那个男生 没有告诉他 然后突然有一天 那个男生就要跟他说分手 女生就很崩溃 女生就一直很坚持 一直很坚持 一直很坚持 就来到他身边 说你给我一年时间 一年就够了 我就会离开你 后来那个男生不愿意 他就告诉他 其实他有血案 然后那个男生就消失不见了 我那个朋友他就很痛哭 因为他就像我的亲人一样的朋友 可以理解 所以我大概明白 你刚刚为什么会把这个作为 因为这个事情才发生一个星期 就一个星期而已 所以这对于你今天来现场再次寻找爱情 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我只是觉得我还是相信爱情 所以我想找一个能带我一起去流浪的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他站在我面前 我就知道他永远永远都不会抛下我 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你会有觉得现场有让你心动了吗 我选 我想好了 我选 现在决定要选 现在决定要选 来吧 那接下来就要看看 他是不是能够回应到你 好吗 来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请选择 他今天我想他就已经做好的 不好的心理打算 我先想问一下你 你有猜到今天这样吗 有啊 有 有猜到 那你现在想要知道他们为转的原因吗 可以 14号 有点慌嘛 因为 人不知所措 反正还是挺意外的 你好 你好 虽然你坐在角落 你可能以为我不会往那边看 但是其实一开始我过去给15号弄头发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你了 对 因为我跟15号都坐在角落 嗯 为什么说不好意思呢 没有就是说就是没有太多跟你沟通一些问题 那为什么没有转身呢 因为从一开始你出现然后到最后思密问答 然后中间我有好几次想想问你一些问题 但是我 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因为 嗯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特别特别 让人感觉 找不到缺点 不相处 你怎么知道我没缺点呢 我真的没有想到说 就是你 就是你 我还是重复的说一句刚刚的句话 我不想满世界找到那个人 因为我没人以为的真的很短 我只要珍惜我以前的这个人 所以我再来到非常完美 我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勇气要带一个人 就是我这个人特别看演员 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女生一出来 我眼前一亮 对就是她就是要全力的去追求她 但是你我说一下我对你的感受吧 行吗 转过身来就看到一个非常 就跟松松说的似的 就跟老师一样 就有一种特别 就是敬畏的那种感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确实是给我一种 想去尊敬 也想去怎么样的那种 但是确实没有 那种初恋的感觉 我有准备一份礼物 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白鹤 不是 这是马蹄莲 象征着忠贞不渝 忠诚 他一年只开一次花 可能两次花 花期很短 你想不想跟我走 不要不要跟我说太多理由 我就问很简单 你要不要跟我走 我非常 非常完美的一个包装 就是放在那儿 然后让我去看 拥抱我把你的流浪 让我也开心 你跟我走吧 有像假的投影 想找一个一起去留待的人 她的心动男生李聪 会是她的那个人吗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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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你说不出的什么好 我想 我还是慢慢的留下 好 尊重你 因为 我也说过 就是那种初恋的感觉 对我来说真的是重要 我不希望 就是用一句老套的话说吧 就是用 一些感动 来做一些 桥梁 让我对你有一些 我觉得那样 特别不好 男人是感动不了的 我知道 还是谢谢你 好 谢谢你 知道为什么我选你吗 想知道为什么吗 想 因为你跟其他人 给我的感觉不一样 因为你安静 所以我选你 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还好 就是没带走 他也说了 可以先做朋友 开始也可以的事 我还是没有 也许是我们 改变 桃燃 我刚刚在旁边好仔细在听哦 我觉得你今天真的跟上次 真的有点不一样 这不像你耶 桃燃 原来的你 你知道你上次来的时候 给我感觉你是非常 我就觉得你今天有点魂不守舍 你知道吗 就是总觉得 好像有一些时候有一些词不答应 就并没有真的 我这样说吧 很体贴的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的感觉跟陈一一样 我在试着揣想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半年呢 你说你过着这一个 可以说是享受人生 云游四海的日子 你知道吗 桃燃你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 这样的生活呢 让你艺术家的氛围 格外的浓厚 你会觉得很开心 很自在 可是那也让你越来越自我忠心了 在你云游四海之后 我觉得也该要保持跟人跟人的一些 正常自然的接触 会让你比较入世啊 你现在太出世了 你现在像个仙女 你知道吗 你还是不要忘记人间的语言哦 好 你懂我的意思 懂 上次你来的时候呢 就是像一个这个 丽江上跑过来的一个野丫头 然后充满了原始的生机 然后呢 你现在呢 经过你这段时间的沉淀 我觉得你比以前 多了一份雕琢的味道 显得更精致了 但是你这个味道 在别人闻起来 仍然有些模糊 即便是香味 都分为很多不同的香型 我们要选择香水的时候 也得是找到那个适合 或者自己喜欢的香心 必须要明确那个味道 才能去选择它 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 已经散发出女性的香气了 但是具体是什么 大家闻不清楚 也不知道 不问怎么样 讨然希望你幸福 加油 讨然 我会的 我会的 祝你幸福 讨然 加油 我只要爱一个个人 有几时你的时候 我会的爱情有多亏人 我会你想我 好